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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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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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在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应该要 他说 把我们 所谷的 真的要是要 感恩 本来就是 感谢观看 也是一样 无法问出什么个名堂 最起码 最起码 因为立法院 立法院的宴会 才是处理这个事情 立法院的宴会 我们可以在礼拜五 礼拜五立法院宴会 变更议程 来谈行政院长 来报告 这些相关有关马锡会 这样的一个议题 因为它是一个国家重要 重大的议题 必须要在宴会的一个层级 而不是一个小小的内政委会 小小的一个陆委会的主委 所能够 你问他也是一问三不知 白问了 所以宴会 邀请行政院院长 来做报告 甚至一宪法 请这个总统 到立法院 做一个国情的一个 国情 资文的一个报告 类似像这样 都是应该我们 立法院 所应该要 朝这个方向去 努力的方向 以上 政委员得50%的活力资源 大家好 现在是会前休息 不过我要感谢 郑天才委员 他的一部分讲得 非常的正确 这马总统 应该接受 这个政委员的建议 到立法院来接受 接受这个国会的监督 但是可惜 他慢了一步 他应该在 这件事情决定之前 应该要公开 透明 不要黑箱作业 政委员刚刚提到说 今天我们讨论的 本来应该讨论的 原基法 当然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正是按部就班 在国会里面 一步一步的 各个族群 各个领域的权益 我们来建立一个 好的制度 好的方向 最不可接受的 就是这样 半夜突袭的 或者是准备 在 我们大家都 这个没有任何资讯 大家不知道 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感觉像是 到底是要拦叫献保呢 还是要公车上书 还是要去 这个 什么样的隐秘的地点 这个优惠 不然为什么要怕人家知道呢 非常讽刺的啦 今天我们的议事录 待会我们的议程 可能要确认 这个议事录正好是什么 正好是上个礼拜一 这个陆委会的 预算的审查 那我记得预算审查之前 就有委员 问起了 会不会有消息会 会不会在APEC或其他场合 我看我们陆委会主委 还回答得非常自然 感觉他也没有隐瞒 他就说 是要两岸的 两边的这个领导人 或者是领袖代表 上礼拜言由在耳 回答非常自然 那显然陆委会主委 对这件事情 是蒙在鼓里 像郑天才委员所说的 陆委会主委太小 所以完全不知 郑委员 刚刚我说你一半对一半错 陆委会是统筹两岸事务 如果陆委会主委不知道 没有办法来国会报告 那就证明马英九 就是在黑箱作业 就是有秘密的 秘密的管道 有人质疑是秘密外交 有人质疑是秘密出卖 这些都可能 都可能 所以今天社会大众最质疑的就是这样 那更讽刺的就是 统筹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主委 才刚在这里 讲消息会 结果马席会 突然一个棒子打下来 全部所有的人都傻了眼 所以我想今天要变更议程 绝对是 绝对是非常的合理 我们必须让国人同胞很清楚的了解 这个马席会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头衔 什么样的身份 要谈些什么事情 有做了什么样的安排 到底筹备了多久 事前有谁知道 谁是秘密的管道 或者是谁在居中牵线 毛治国 郑天才 那个夏立言到底知不知道 我想这些都应该要 借今天的会议来厘清 谢谢 谢谢这个 庄荣誉主席 谢谢 这场的我们所有同仁 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今天 我们看 今天的深夜 我们看到了马席会 举将起行 我相信国人一定是感到震惊 第一个 毫无正当性的一场会面 临时插花的一场会面 黑箱作业 把国人蒙在鼓里 企图逃避 逃避国会的一个监督 把国家的利益 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必须要很明确的点出来啊 不管是一中的问题 南海的议题 或者和平协议等政治谈判 这些都不允许 这些都不允许 任何其他党的领袖 尤其是民调这么低的一个 马政府 偷偷摸摸的 私下 跟中共的领导人 来做任何的一个协议啊 所以我们对这一次 马政府偷偷摸摸 插花式的在新加坡 想要进行 跟习近平这样的一个见面啊 我想国人同胞啊 一定会感受到啊 那一种心中的一个恐怖 尤其现在是美国跟中共 在南海的问题上在禁逐啊 马总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会不会让国际上的人 感受到马总统是在选边上 尤其是在刺激美国 马政府的一个想法是 不能刺激中共 但是刺激美国在所不惜 所以这一场的一个 会面啊 马席会啊 我们感到忧心的是 是不是马政府在传达 亲中 燕媒 罔顾台湾在南海的一个 主权的一个伸张啊 所以中共很有可能 也借着这一次的一个马席会啊 在拉拢台湾 在整个南海一地上 来对抗美国 所以 这个时候我们请马总统 你要善失啊 此时此刻 难道是我们马政府 向中共跪拜的一个好时机吗 这种两岸领导人的一个会面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目前国人同胞 超过一半 他想要的就是维持现状 但是这场马席会 似乎在传递一个讯息 让国人同胞担心 他是不是在 偷偷摸摸的一个改变现状 马总统他身功厌妇了 又跑出来在抢镜头了 所以这一场会面啊 我们更担心的是 整个所谓的一中原则 在进一步的一个深化 马政府 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难道不怕 国人同胞的一个反弹 马总统真的以为 一场马席会 奠定了历史的一个地位 还可以顺便来 为这一场2016总统大选 来企图做翻盘的 一个任何的一个设想吗 马总统你真的是想的太天真了 我们更担心的是啊 总统你所想到的 全部都是你的历史定位 你想的都是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台湾人民是挖了蛋了 我们很担心啊 这个马席会啊 在2016 1月16号 中国国民党总统败选以后 马政府啊 等于在两岸关系里面啊 直入了病毒 一中的病毒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一个担心呢 我们也警告 我们马总统 你不可以 跟中共 私下有任何的一个共识 这个政府现在是毫无诚信可言 我们要请问马总统的是 现在哪有所谓的国家有需要 一个民调这么低的一个总统 人民难道有支持吗 这一次 的一个马席会 难道国有任何的一个监督吗 完全都是黑箱 罔顾民意啊 这个马政府啊 这个政权呢 其实如果这样要蛮干的话 极其可为啊 所以 这个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方式 我们很担心是一个改变现状的一个开始 对整个台湾同胞来讲 没有比现在更恐怖的一个时候 两岸交流 没有任何政党反对 但是这种黑箱式的 这种偷偷摸摸的 两岸领导人会面的一个方式 逃避监督 罔顾民意 这个必须要受到谴责 所以 我们 希望啊 我们 这个主席赶快回来啦 快回去开火啦 变更议程啊 国家的一个重大 事项 类似委员会 不应该缺席啊 不应该缺席啊 所以 这个在整个马政府企图做出这种炎耳盗铃的时刻啊 今天邱文殿哦 我们的邱主席啊 邱文殿邱主席 正面来你再邱 你到底还在那里说什么今天应该冲那个什么原住民保留地 那也是我真的讲话以后你还要买到谁嘛 那个原住民保留地 你不然要带头他出炒 我们怎么对 所以啊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整个 我们 所以说嘛 连我们郑天才 郑委员都起意来归啊 这种 回避国会监督的事情啊 马政府要 出门以前啊 先到国会来报告 荒腔走板啊 所以 主席的队 寻找我们的主席啊 这个 这个 庄主席哦 来各位同仁 这个 我想是 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 就是说 从头到尾 不管是 过去两次王章会 跟两次的下章会 从头到尾 这个 陆委会到我们 不管是 内政委员会 或者是来我们立法院报告 从来没有提到说 他们有提及任何有关 马锡会的事情 那陆委会之前也不止一次说 APEC是唯一的一个 地点 政府没有其他的备案 那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张显耀 被撤换了 被称为共谍的时候啊 特别提到说 他被撤换的理由 就是马锡会 那政府还信誓旦旦说 除了APEC之外 没有其他的地点跟选择 那结果没想到 马政府满天过海 托托摸摸摸 透过体制外的管道 暗度承仓了好几个月 双方进行接触 那当然两个人见面 更不可能是只有吃饭聊天 握个手吃个饭就回来 他势必是触及到一些 政治议题 所以在 没有国会监督的一个情况之下 去触及到一些任何的一些议题 国会从头到尾都 不清楚整个状况 马总统自己讲到的 国家需要人民支持 跟国会监督 那包括王院长 包括所有的立委同仁 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知道说 这个马锡会从何而来 谈了多久 要谈什么 总统是以什么身份去 那会触及到哪些议题 有没有要谈南海议题 和平协议 或一宗框架的问题 都没有 那两个人见面就直接谈 到底要谈什么 没有人知道 这个不是超级黑箱 什么是黑箱 所以马总统 在总统大选 剩下两个半月之前 他突然 以这种所谓的 马锡会的这种方式 来进行这种政治操作 这我们认为是 企图影响选举的 作用是非常的明显 那到今天早上 到底跟王院长见面 那有没有要找 这个其他党团 我们所有的党团 所有的立委同仁 都不知道 这整个讯息 到底是什么 那所谓的国会监督 正式的管道 就是我们委员会啊 就是应该到委员会 院会来进行报告啊 结果我们的邱雯燕主席 就躲起来 那国民党立委 一位的这种护航 我讲护航你还带笑 你不是护航 什么是护航呢 对不对 你不要这个声东极西 讲一些有的没有的啦 把你们主席 找来开会啦 这种丢人现眼的这种 这种随便讲讲的 你在国民党里面 他会尊重你吗 对不对 这种 这种回避国会监督 那在野党要求在国会监督 国民党的立委还在护航 那这算哪门子的国民党的立委 难道国民党立委要跟 马总统一起陪葬吗 自我阉割自己的职权 自我缴械 在国会 国会议员不进行监督 那这算哪门子的国会议员 那李白恩干脆关门算啊 难道我们立法院 人民对于马总统的信赖 跟国会的信赖 为什么信赖度那么低 就是因为国民党的立委在护航啊 所以我们要求说 国会的监督应该回归到体制内 10点的 马院长跟曾永泉秘书长 拜会的王院长也应该要公开啊 然后说门关起来 大家在那边讲一讲就算了 就是应该在体制内 到我们这一个国会来进行报告 我们要了解啊 马锡惠到底要谈哪些议题 怎么这些议题大家都不知道 行政部门也不知道 立法部门全部都不知道 只有马总统一个人知道 所以在这边 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谴责 马英九总统 黑箱作业 懒教献媚 请马总统出来说清楚讲明白 也请陆委会主委跟马政府 面对国会跟面对人民 没有主性也把我开得很漂亮 各位 台湾有什么威胁比中国 对台湾的威胁更大 台湾有什么重要的事项 比两岸的和平安全更重要 但是我们发现 突然在大家忙着要2016选举的时候 晚上回到家突然接到 我们还剩不到200天的马英九 要去跟中共密谈 剩下不到100天就已经算是看守内阁的马政府 要去跟中国密谈 这样的事情 国会还能够闷不作声吗 这么重大的事件 立法院 国会 不能够监督吗 如果这个事情 国会不能监督 我们还算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可以让马英九一个人这样搞吗 今天 陆委会主委 应该不需要 国会的要求 就应该主动到这个地方来报告 不要再搞黑箱 不是只有跟王院长一个人报告 也不是只有跟各党团报告 应该公开的 跟人民报告 跟全台湾的人民报告 这个地方 透过媒体 就是最正式的地方 我们要求陆委会 要马上来报告 陆委会在委员会报告以后 我们甚至要求 马英九应该到国会来报告 台湾人民不是笨蛋 不是傻子 所以不能让你们这些骗子再骗下去 我们要求 整个国会 如果他不来报告这件事 我们就没有必要陪他玩下去 我们就应该 要强烈的质疑 强烈的质疑 这个政党 这个政权 他对人民的可信度 所以我认为今天这个委员会 除了这件事以外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 我相信这个可以得到人民的认同 今天立法院没有什么事情 比这件事情更重要 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再说 好 好,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請宣讀上次會議議事務 司法院第八屆第八會期內政委員會第13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務 時間104年11月2日上午92分至12時40分 下午2031分至6036分 地點本院喉嚕202會議事出席委員、政委員、天才等13人 列席委員、孔委員、文吉等22人 請假委員、陳委員、超明 列席官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夏立妍等 主席邱召集委員文彥 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議事務決定確定 討論事項,審查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關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管收支部分等十案 本次會議及採討論事項之中和報告寻答 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夏立妍報告 既由委員段儀康等11人提出質詢 均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夏立妍及所屬等 及其答覆說明 另由委員張慶忠等提出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另以書面答覆 決議一、報告及尋答完畢 二、委員質詢未及答覆部分 或要求提供之說明資料 請相關機關競速以書面答覆 三、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管收支部分審查結果 一、税入部分 第二款無列數 第三、四、七款均照列 二、税出部分 第二款行政院主管 第十五項 大陸委員會原列9億4千183萬1千元 簡列第二幕企劃業務兩岸互動與協商 辦理APEC兩岸領袖代表峰會相關幕僚事宜25萬元 第三幕經濟業務100萬元科目自行調整 第四幕法政業務400萬元 含捐助海基會辦理兩岸中介事務300萬元科目自行調整 第五幕港澳業務100萬元科目自行調整 第六幕聯絡業務200萬元科目自行調整 共計簡列825萬元其餘均照列 改列為9億3358萬1千元 本項通過決議9項均請參與 四、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韓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05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審查結果 105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預算書 一、工作計畫部分 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處部分 一、收入總額原列2億6751萬1千元 簡列300萬元 改列為2億6451萬1千元 二、支出總額原列3億1134萬1千元 簡列400萬元 含派員付大陸旅費100萬元 經貿業務200萬元 綜合業務100萬元 改列為3億0734萬1千元 三、本期短處原列4383萬元 簡列100萬元 改列為4283萬元 本項通過決議二項請參與 五、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韓宋財團法人 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105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審查結果 一、工作計畫部分 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及餘處部分均照列 六、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近三年補捐獎助其他政府機關團體 或個人經費報告案共15案 決議以上個案均準與備查 七、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近三年辦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告會審表 共15案 決議以上個案均準與備查 八、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關於盟障委員會收支部分審查結果 一、税入部分 第二款無列數 第三款無列數 第四款無列數 第七款盟障委員會 二十四萬兩千元兆列 二、税出部分 第十六款盟障委員會主管第一項 原列一億二千七百二十九萬八千元 檢列第二項 盟障事業務三十萬元 第三項藏事業務三十萬元 科目均自行調整 其餘均照列 共計檢列六十萬元 改列為一億二千六百六十九萬八千元 本項通過決議二項請參閱 九、105年度財團法人盟障基金會預算書審查結果 一、工作計畫部分 應依據收入與支出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二、收入支出局 余處部分均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一項請參閱 十、審查盟障委員會 近三年補捐獎助 補捐獎助其他政府機關團體 或個人經費報告表 共五案 決議以上個案均准與備查 十一、審查盟障委員會 近三年辦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告會整表 共五案 決議以上個案均准與備查 十二、處理盟障委員會 含為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解凍案 決議准與動之 十三、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關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管收支部分 盟障委員會主管收支部分均審查完 審查結果含送財政委員會處理 十四、105年度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財團法人盟障基金會預算書案 審查完 依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並推請秋召集委員文彥於院會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十五、討論事項第四案、第五案、第八案及第九案均准與備查 依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十六、10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有關盟障委員會預算凍結案 液晶審查完 依據處理報告提報院會散會 宣讀完畢 好,請問各位委員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 沒有,我們就確定 現在由委員提出變更議程的提案 我們現在請宣讀 委員莊瑞雄、陳其邁、李俊毅、姚文志、段宜康 提出變更議程提案 針對總統府發言人 於十一月三日夜間 證實馬英九總統將於十一月七日 前往新加坡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 但現階段國人對於兩岸政治談判並無共識 馬英九總統靜置安排與中國國家主席會面 欠缺民主正當性 馬習會有無必要 會談內容為何 國人毫無所惜 為善盡國會監督職責 原要求本日應變更議程 邀請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外交部部長 總統府秘書長 國家安全局局長 到會報告馬習會相關事宜 宣讀完畢 好 那鄧委員要發言嗎 好 主席各位同仁我來做提案說明 這個我們為什麼要提這個要求變更議程的建議啊 是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從今天的媒體上面 其實昨天晚上就已經這個讓大家非常震撼的這個消息 那麼對我們來說 我們在意的這個重點啊 是其實除了昨天晚上有一個報紙的獨家新聞 那麼造成所有的媒體報導 如果沒有這個報紙的獨家新聞 就是昨天晚上的這個這個即時的新聞 其實今天早上我們才會看報紙知道這件事情 在特定的報紙在今天早上做了好幾版巨細迷遺 對於本週六這個馬習會要在新馬習要在新加坡見面這件事情啊 包括場景包括什麼安排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那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總統府或者是說馬總統 要藉由特定媒體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在這個特定媒體報導之後 包括立法院 或者我不知道我們國民黨同仁有沒有比我們早知道了 或者王院長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 現在這個說總統府跟行政院在跟王院長做說明 所以 無論是向王院長做說明 或者我們從報紙上看到說 接下來要跟各黨團做說明 通通通通都是在總統府透過特定媒體 在國人面前把這個消息曝光之後的事 如果照今天這個新華社的報導 張志軍證實啊 說陸委會的這個夏立元主委 跟他在廣州見面兩個人就要談這件事情 夏主委回到台灣 也來內政委員會做專案報告 我們在前天也才審完陸委會的預算 我們也不是那麼不盡情理啊 所以要求我們每一件事情都必須啊 要最早知道 但是你規劃的時候 你需要保密 但是今天啊 禮拜六 就要總統就要出門了 就要去跟習近平見面 我們要到禮拜三 要看報紙才知道這件事情 我不曉得 這個總統府把立法院看成什麼 我不知道總統府 把立法院代表 選民監督行政機器這個這個這個機關 這樣的角色看成什麼 可是就我們內政委員會來說 我們做一個起碼的要求 我們希望看到 我們內陸委會的夏主委 去廣州的夏章會的時候 這一連串的談判討論 總統去到那個地方 跟這個這個習近平見面 會談什麼 什麼樣的形式 我提醒各位啊 習近平是正式的國事出訪 他禮拜四先到越南 禮拜五到新加坡 然後禮拜六跟馬總統見面 人家是國事出訪 他是跟新加坡的總統總理見面 那天中午跟新加坡 李顯龍這個他跟他的夫人啊 跟李顯龍這個這個這個夫婦啊 接受李顯龍夫婦的私人的這個五宴 他是一個官室的訪問 然後我們在人家的官室訪問中間 或者官室訪問結束了 借人家的場地 然後跟他去私會 坐著專機 如果根據媒體的報導 坐著專機去到那個地方 人家的官室訪問風風光光 然後我們去那邊 跟人家吃一個晚餐 然後去跟人家見面 我坦白講 我看了這樣的一個規劃 我心裡面是不舒服的 如果今天 習近平是專程到新加坡 就為這件事情 那給我們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人家讓他順順 順便跟你見個面 我們是專程跑去 所以我不曉得 夏主委去規劃 去接受這樣的一個安排 的原因是什麼 但是起碼 你既然從夏章會 陸委會的主委 就參與討論規劃 然後回來之後 這麼長一段時間 我們都蒙在鼓裡 事後 至少是今天報紙出來的第一時間 他總應該 循著制度 來到立法院的 對口的內政委員會 做一個正式的說明 所以 我知道等一下主席會 宣布要休息 要協商 但是我也知道 剛才主席 離開委員會 是去商量這件事情 我希望等一下 不要只是休息而已 可以給我們一個時間 說大概什麼時候 他會來 因為我們內政委員會 等一下還要開放登記發言 他來做專案報告之後 還要登記發言 那個程序可以講得清楚一點 好比說他11點來 然後我們10點半開始 要開放登記發言 或是說他12點來 我們11點開始 要登記開放發言 總是要讓我們有一點準備 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做這個提案的說明 謝謝 謝謝 這是因為外媒 就是外國的媒體 透露的 那 本來我們今天 這個 在湖方裡面 本來他們就要開記者會 那我想 主要 我們希望說 這一次的馬席會 定位就是鞏固兩岸和平 維持 這個台海的現狀 那其實我剛剛看的媒體 包括美國 都相當肯定 認為說 其實兩岸之間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 和平的進展 其實 這是一樁好事 那當然 我們是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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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野 大家要理性 因為 這是66年 66年來 第一次 那個 我們婚制以後 66年來第一次 能夠 有兩岸的領導人 而且 而且 很清楚 這一次 不會發表 共同的聲明 而且 不會簽署任何的協議 甚至於 這個 兩位會面 都互稱領導人 就是先生 我想 在第三地 新加坡 我們是希望說 大家要理性 我們要 事實上的面對 而且 這個 講實在話 也不是馬的什麼 歷史定位 而是兩岸重要的一個定謀 兩岸重要的定謀 兩岸重要的定謀 而且 朝野啊 我認為說 應該大家要力挺 要促成 因為我們 我們是希望說 兩岸之間啊 能夠取得一個和平的共識 那 今天再轉個角度來看 這個完全沒有黑箱作業 為什麼 沒有黑箱作業 我分析給大家聽 第一個 因為 畢竟馬錫會還沒有開始 今天早上 十點鐘 這個 總統府 曾永泉曾秘書長 跟行政院的毛院長 有特別啊 去跟 王院長 來做說明 做報告 那下午啊 這個 內政 下午 我們 陸委會 這個下主委啊 他也特別的 拜託王院長說 希望 王院長能夠召集 朝野 能夠做一些協商 讓他有機會 來跟朝野 做說明 我想 這個都符合正常的程序 因為從過去 下主委每一次只要到對岸 甚至於我們有很多跟對岸的 重要的事物啊 他都會先到立法院來做報告 邀請 王院長來邀請朝野 大家坐下來 然後面對面大家來溝通來探討 主要 我想這一點點 都是符合程序 而且都是 完全沒有黑箱作業 因為 所以畢竟啊 馬錫會還沒有開始 那我們希望說 今天大家 呃 坐下來 好好的來面對 那 這個 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透過這樣的互動啊 讓兩岸之間啊 能夠取得一個和平共識 我一直認為說 在野黨 我們大家一定要面對 要理性 那 除非今天 很簡單 改天真的有機會 讓在野黨來主政的話 你除非跟對岸 永遠不要互動 你在野黨 能夠講出來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大家心智肚明 齁 你看這一次 你看對岸的領導人 到英國到其 其他歐美的國家 你看 他那種齁 他是一個經濟體 大體的經濟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貿易國 齁 我們是希望說 大家要面對要理性 今天齁 不是來這裡吵吵鬧鬧 我認為那個沒有意義 我們要事實上的面對 齁以上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葉金寧委員 再請姚文治委員 再請姚文治委員 那這樣 我們時間差不多三分鐘左右 主席 謝謝你給我恩典 我跟大家報告 剛剛我從王院長那邊過來 王院長親口講 他是看報紙才知道要馬錫會 所以國民黨的文化 就是欺騙文化 賣台文化 搞這種黑箱作業 還說什麼要理性 你們都是專門騙人家 騙台灣人 騙到現在 李委員 不要再做國民黨的奴才了啦 真的 要護台灣啦 如果沒有台灣人民 讓你們做好頓啦 國民黨 沒可以吃這麼好 在台灣吃幾十年啦 不要再出賣台灣啦 這麼不重視 台灣國民黨定的體制 結果自己在搞迫害 在黑箱作業 一個立法院院長 不知道 這個馬英九要去陷 習近平啊 這個優惠 不知道 不知道 竟然是從媒體看到的 所以為了這種專門搞破壞啊 搞欺騙啊搞詐騙的這個國民黨啊 如果不倒的話台灣真的不會好啊 真的不會好啊 真的不會好啊 所以 你還是台灣人 在座你還是台灣人 要有這點搞喔 如果沒有這點搞喔 就是賣台集團的一份主 就是賣台集團的一份主 我們台灣有很好的基礎 結果 在這個馬英九 這四年啊 這幾年啊 把台灣的這個實力 一點一地呢 這樣把它放掉去 這樣把它搞破壞去 這種政團啊 跑到那裡放在那裡放 在這個國民黨裡面的這 台灣有潮啊 我們也都要記住 這是我們台灣人 歷史的座輪 讓我們台灣人在這裡要破壞 讓我們台灣人 讓我們生的人 無空虧子 讓我們的經濟自己摔壞 這是什麼人做的 這是什麼人做的 這是國民黨 大家要叫好 這就是國民黨 叫人這裡囂張 你不要念議題有沒尊重 就要靠跨部罪 要知道這個 馬熙會 有靠了嗎 有靠了嗎 這不用跟我們有任務 這根本就是要求台灣人 混蛋了 國民黨 應該讓他下台 要讓他下台 如果不下台的話 台灣真的是完蛋了 完蛋了 真的 非常的可惡啊 非常的可惡啊 昨天我看到這個心靈後 氣到現在 所以很抱歉 我是一個本來是很溫柔的女性啊 當然是被國民黨逼的 你看 都沒有被我 融屬我的這種 溫柔的心態啊 找我的這個 這個破壞我的形象 其餓處理 混蛋 好 我們接下來請姚文智委員 好 我想主席 我也是變更議程的提案人 所以我想就幾點 我們內政委員會 真的有必要 而且要非常迅速的 要來處理 這樣的一個這個變更 好 那麼剛剛 林德福委員說 沒有黑箱 事實上他大概 從來沒有在內政委員會 跟我們大家一起 開會一起討論兩岸的事物 剛剛段委員已經講得非常的清楚 馬錫會這件事情 竟然是跟 某一家媒體 其實我們光看媒體版面的編排 他作業的時間 他恐怕比剛剛 王院長說他看報才知道 所以他一定在報紙後面 他比我們在場的諸位 昨天晚上 在即時的新聞才知道 全國的人民 在昨天晚上的電視跑馬裡面 大家才知道這樣的事情 可是其實有的媒體 早就透過放話 運作 其實已經把他 這個報導的非常的巨細 迷移 那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過去在內政委員會 統籌兩岸事務的陸委會 無論就業務報告 無論就預算的審查 無論就委員的質詢 是被蒙在鼓裡還是在說謊 坦白講光這一點 這一點 內政委員會的所有同仁 就不應該做事這樣的一個事實 來各位看到 陸委會高層 陸委會高層 這是誰 除了夏立言以外 是誰 過去幾週都在溝通馬席會 過去幾週都在溝通馬席會 果然成真 好啦 那上禮拜 我記得陳怡傑委員才問啊 才問說馬上要在菲律賓舉行的APAC會議 那到底是會是誰代表參加 那會有什麼樣的安排 陳怡傑委員 這個還問的是消息會 還是誰 夏主委還說在那樣的場合 我們要派出領袖代表 或者是領導人的見面 完全沒有這麼一回事 我們的報告裡面 我們的預算審查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 當然這樣的作業 無非是滿足什麼 無非是滿足馬英九個人虛榮的 在任期結束之後 滿足馬英九個人虛榮的歷史定位 除了這以外 我們大家還能想到什麼 馬英九自己宣誓的 要國家需要 要人民支持 要國會監督 國會監督就是要公開透明 結果我們今天我想不只包括民進黨 包括我們主席 包括國民黨在內 大家應該都是 這個當頭的棒喝 重重一擊 那我們要了解 到底我們內政委員會在監督 兩岸事務 或者是說我們有行政院 行政院陸委會 用國家的預算資源 他們進行的業務裡面 到底他們知不知道 那如果不知道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秘密線人 或者是什麼樣的管道 如果馬英九總統公開的承諾 都可以不當一回事 都可以騙 朱立倫可以騙王金平 馬英九可以騙所有的國人同胞 可以騙所有的機構 或者是陸委會可以騙內政委員會 如果上下交相騙 那今天馬英九到新加坡 是要繼續騙習近平 還是要被習近平騙 這檔選舉 選舉馬上到了 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欺騙大家 我想我們今天的憲跟議程 我想請主席趕快 能不能協助趕快處理 趕快到立法院來 我們請下主委 下主委 就我剛剛所質疑的 籌備 我再講一遍 過去幾週都在溝通馬席會 過去幾週 這是說謊 還是 這是對立法院說謊 還是對媒體說謊 還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馬英九他的 身份 地位 他要談的事情 他對台灣的利益有沒有損害 這些都應該要一如一時的 跟大家報告清楚 謝謝主席 謝謝姚委員 那麼接下來請賴政昌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媒體朋友 這個剛才我們本黨的葉委員非常激動 那當然可能我就相對來講是比較冷靜一點 其實我是有幾個問題 對於這個馬席會 我想要在這裡很公開的提出 這個如果說馬總統 不能夠說把這幾個問題好好的說清楚講明白的話 那他真的是愧對人民 第一個 國家元首跟敵國的元首 這種的消息竟然是在晚上的時候透露給媒體 那元首的碰面是什麼形式 談論的是什麼議題 都不用向國人說明白嗎 而且兩國的元首碰面竟然是要搞的是這種不其而異啊 這樣子的偷偷摸摸我們是想到什麼情景 這想到的這個偷偷摸摸不其而異的話 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我們一般民間的所謂的男女偷情的方式 這個我們兩國的元首竟然是要用這種不其而異這樣子的話 那跟一般的那種這種男女偷情的這種優惠有什麼不一樣啊 如果說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是需要走出去是靠這種方式 那真是一個國際大笑話啦 不要說一直講跟中國那些無奈什麼 但是這是一個基本的一個尊嚴 第二個問題是 馬總統去年11月14號 他自己曾經公開的受謊的時候表示啊 馬席會必須在國家需要人民支持 國會監督的情況下進行啊 這是他自己說的喔 他自己的承諾喔 但是昨天晚上他拋出的這個 本週就要進行馬席會的消息 完全沒有符合上訴他自己所承諾的三個條件 那我們知道說一個總統這樣子的話 他講話還有什麼誠信可言啊 他自己要怎麼對得起他自己啊 第三個問題是 講的是國家需要 這個變成他這是馬席會 我們直接是說這是他馬英九的個人需要啊 他追求的是自己的歷史定位 想成為以後數十年來講 這個剛才我們領導人講 這六十幾年來我們的兩岸領導人的破兵會面啊 這個只是想要成就馬英九個人的歷史定位 但是他的代價可能就是我們國家的利益 全民的福祉跟人民的感受啊 這個馬英九的話 這樣子來講算不算是一個很自私的人啊 這個全民都可以這樣來講 那馬英九第四個問題 馬英九現在是一個跛腳總統啊 等於是看守的狀態啊 民調這樣低的一個馬英九 你憑什麼跟中國談論任何的事情 所以我們認為說馬英九幾個問題的話 他自己一定要把他理清 他才有成型才有這個可能性啊 最後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你這次去的時候你是用什麼身分去啊 這個張志軍已經明白的講喔 這個馬習慧是根據一中原則來處理啊 那我們不知道馬英九總統 你對於這個張志軍的這個說法 你要如何的回應啊 你接受嗎 如果說習近平稱呼你是馬先生馬區長 那你要怎麼回應 這些的話 我們認為說馬英九都必須要清清楚楚的跟國人交代啊 這個以上是我代表我們台聯黨團來講 對於馬總統他即將要進行的這個馬習慧 我們提出五個問題 希望說他能夠好好回答 最少下午的話如果說 毛院長要代表馬總統來立法院做報告 這五個問題如果說沒有辦法回應的話 沒有辦法好好回答的話 那我實際上說他們最好就不要來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賴文言 接下來請 我們先程序發言完再聯繫 好 那接下來請田丘警委員 我們今天排定的議程本來要討論國土計劃法 要討論海域管理法 還有援助民族基本法和警官法 都非常重要的法律 但是今天真的是炸彈開花 我們被突襲 竟然是半夜 這不是黑箱作業 不只黑箱作業 還黑夜宣布 我不懂我們的總統到底怎麼了 今天我們不是無厘頭的反對馬錫慧 沒有錯 剛剛國民黨的委員也問我們說 你們在野黨如果有一天執政 見不見面啊 問題是你為了什麼見面 你在什麼情況下見面 你是在怎麼樣的程序下見面 這不是你們兩個吃飯喝酒 這是兩個國家 而且呢中國從頭到尾不承認我們 所以剛剛我們一直在問說 第一你要跟國人報告 你用什麼身份去的 你是用馬先生還是馬總統 見了面要談什麼 今天不是我們 這個一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因為你的表現就不像君子 人家說君子行不由盡 今天你不只是行由盡啊 你三更半夜宣布 而且你這之前是怎麼作業 全天下只有你旁邊幾個人知道 我跟大家講啊 我們大家知道十天前 是歷史上的什麼日子嗎 我們十天前 十月二十六號 是我們退出聯合國 慘痛的日子 我們1971年十月二十六號 退出聯合國 就在44年前的十天前 各位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官員 大家想一想 如果時光倒流 我們會讓當時的蔣總統做這件事嗎 不可能 因為當時可是全世界 絕大部分的國家 包括總統日本 英國法國都求我們留在聯合國 現在史料都已經翻出來了 我還看過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外交部的史料展 裡面有我們外交部的官員 提著頭顱給我們總統的簽程說 請改國號 改成中華台灣共和國 因為當時聯合國給我們的條件是 你改了國號 不要堅持 只有你能代表中國 你就可以留下來 後來 我看到那個公文 我真的是毛筆字機 工整端立的字 我真的是快要掉下眼淚 在當年 那就是提著頭顱去 這個寫這個公文啊 結果我們全台灣 有誰知道 沒有 這個就是黑箱錯誤的恐怖跟危險 今天不是我們小鼻子小眼睛 今天不是我們啟人憂天 因為國民黨是一個有前科的政黨 今天賣台的陰影是這樣來的 所以國民黨你也不要怪人家 懷疑你賣台 因為你真的 今天如果我們沒有推出聯合國 也不用今天我們變更議程 你馬習威爾怎麼會都沒關係 不是這樣嗎 所以 今天 我當然知道 我們1月26號 我們的政府才算看守內閣 但是現在整個社會 誰不認為現在已經進入看守內閣 已經是個看守總統 你去馬習會你要會什麼啊 這樣的馬習會還有任何歷史意義嗎 馬總統你今天一個台灣 你都沒有辦法把我們的民生問題 我們的食安問題 我們的環安農安問題解決好 你今天去馬習會 你到底要跟習近平講什麼 你要為兩岸 你這邊馬習會可以為兩岸 開創什麼新局 說來聽聽 說來聽聽 今天我單單看著你半夜宣布 我都心驚膽戰 為什麼半夜宣布 因為你不希望立刻面對免體 你不希望立刻面對國人 所以你不要過我們懷疑你 因為你經不起面對 這樣的馬習會 你連國人 連媒體 連代表民意的國會議員 連議長 你不要講我們國會議員 我們國會議員有藍有律 你覺得很麻煩 至少王金平 代表我們立院隆後姥姥 王金平都要看報紙才知道 到底你到底是打著什麼算盤 你就是黑箱黑夜走黑路嗎 所以今天你這些懷疑跟羞辱是製造的 我非常難過 因為無論如何在法律上 你還是我們的總統 只有你做這樣的事情 不得不讓我們站在 今天我準備要來審查 國土計劃法 警官法 原住民基本法 海域管理法 這個都跟我們的國土 攸關的國家大法 結果不得不浪費時間 來檢討你 來批評你 總統我覺得你很對不起大家 謝謝 接下來是莊瑞雄委員發言 主席啊 我想先確認一下 今天那個我們變更議程了 那個夏主委請問 總要有一個時間嗎 有沒有答應我們什麼時候要到 委員會來報告 我們等一下變更議程 在那時候先休息協商 然後我也來聯繫 因為我沒辦法確定他什麼時候可以 這個我在這邊要提醒主席 你今天很不幸剛好是當主席啊 我很擔心啊 張慶忠那個事件在發生在你身上 你這麼好的一個主席啊 我替你煩惱你知道嗎 所以時間點要定好 因為這一件事情對國人同胞來講 是一個超級大黑箱啊 所以主席 大家都有尊重理啊 我覺得你今天我要跟你做一個提醒啊 這件事情不能開玩笑啊 選前剩下兩個多月的時間 企圖利用兩岸這個議題 來對整個大選造成 馬總統想的就是想翻盤啊 國人同胞啊 這個大家給馬英九啊 看不看他一個卡丘啊 我們很擔心啊 這個在10月15號 我們下主委跑到中國去跟張志軍會面的時候 這個議題都已經講過了 搞不好在行前都已經知道了 至少去跟張志軍會面以後 就開始進行了 偷偷摸摸 黑箱 見不得人 不敢向國人負責 昨天晚上提前被踢爆以後 今天才想到到國會來做一個報告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一個馬政府啊 所以 我想 非常重要啊 我們請主席啊 這件事情不能當兒戲啊 國會議員 我相信 在野黨受不了 執政黨 同樣也沒辦法忍受 王院長都已經講了 到了昨天晚上12點 他才知道這件事情 提大提大大事 國人同胞全部被蒙在鼓裡 超級大黑箱 這一次的馬錫會 毫無正當性啊 尤其在選前 剩下兩個多月的時間 這樣的一個會面 到底答應的對方什麼 一中一題到底談到些什麼 南海主權的議題 到底有沒有跟人家任何什麼樣的一個協議 這個都必須啊 透過公開的方式 不可以偷偷摸摸 我們不能因為馬總統 以蘇亞王跟他相依的歷史定位 然後 讓我們的主權 一滴一滴的流失 我想這是國人的一個疑慮啊 所以我想這樣一個重大的議題啊 馬錫會之所以成行 不可能是天空掉天上掉下來的 馬錫會還沒成行以前 執政當局還炮製出一個共諜張寫耀 那怎麼會幾個月以後 突然馬錫會成行 成行了 所以我這邊呢很誠懇的 請我們主席啊 事官重大 一定要確定什麼時候 夏主委要到本會來做一個報告 哪怕朝野 可以忍受 外面的年輕人啊忍受不了 我們不希望看到 另外一場的太陽花事件的一個重演 但是 整個國家的一個利益 到最後如果因為這場馬錫會 引起全民的一個反撲啊 我相信大家都擔擔不起 所以我們請主席啊 能夠做一個提早的一個確認 好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趙天靈委員 來 好 趙委員 趙委員現在不在 請陳歐破委員發言 陳歐破委員現在不在 請鄭天才委員 不在 請陳明文委員 Fran 二人 選擇 QA 在競選年代的時候 不是說他在四年內絕對不會跟中國的領導人會面嗎 怎麼忽然間 昨天晚上12點鐘的時候 被踢爆說他要在11月7號 要到新加坡跟這個中國的領導人會面 記得他特別提到 如果要跟中國的領導人會面 他必須要國家需要 要國會監督 要人民同意 在這種大前提之下才要見面啊 那今天沒有看到國會的監督 這樣就偷偷貓貓的說要到新加坡 要跟中共的領導人見面 這不是黑箱周圍這是什麼 我們就覺得非常的遺憾 今天馬英九要到新加坡去跟中共領導人見面 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你從來沒有告訴過台灣人民 到底你們這個會面 到底的目的是什麼 形勢是什麼 或者說你要到新加坡去跟中共領導人會面 你到底想說什麼 今天我們看到的報紙 虎方所回應的大概只有說 我們絕對不會 簽署任何形勢的公報 如果你們沒有任何的一個目的 那不是為見面而見面嗎 那到底是為了見面是什麼目的 你總是要跟人民講嘛 那我們就覺得很遺憾 今天馬英九為什麼要這樣子脫脫摸摸的 要去安排這一次的所謂的馬錫會 人都被媒體踢爆了 那麼今天說他要向台灣人民要說明 我是覺得如果要說 那一定要很清楚的告訴台灣人民 你為什麼要去新加坡 你是要用什麼形式 用什麼方式 要談的內容 我想這個部分 應該要很清楚的告訴台灣人民 那也必須要接受國會的監督 所以我們在這裡很清楚的要求主席 立即變更議程 那麼能夠請陸委會的主委 先行到內政委員會來 做以上對於馬錫會的這種報告 讓我們能夠了解 能夠前面的讓國會 能夠真正的來監督這個馬錫會 我想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對台灣人民有所交代 好 謝謝沒有再發言了 那麼這樣子我們先休息協商一下 這樣我們先五分鐘之後再開始好了 那個也讓我們官員上個洗手間 今天我先來看看 要不要來 然後呢 我們就要關注什麼 好像不夠 感谢观看 我们先请官员先回去 先离席 敬后通知